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水灾 火灾 这些灾难死的 撞车 车祸等等 现在横死的种类特别多 那么跳楼死的 古代是上吊死的 古代没有楼嘛 就上吊死 这种他们死后 在49天之内不能够转世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带着阳气 他没有把自己的阳气消耗尽 地府呢 是阎王殿 他是在地底下的阴殿 那么这个好像油锅 大家知道 如果底上水会什么 爆炸 那么你这个一个阳的 带着阳气的人下到地府 地府会怎么样 就像油锅一样 啪 就炸裂 所以他不让这个有生气的人进去 那么这个他就不能够去受神 他就不能够转世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经典记载和师父们的传承 他是在阴阳间的一个空当里面生存 因为他不能录阴 也不能回到阳世间来 那么所以他在阴阳界这个中间的夹缝生存 那么在这里面又没有管理者 所以是基本上是恶鬼当家 就是黑社会老大说了算 没有这个正义 没有这个警察 所以是他们在那个是恶鬼当家 他们很辛苦 另外呢 神石身 这个中阴身 他每七天横死了 他要再死一次 他跟这个寿终正勤的这个众生 七天一变 中阴身不同 他这个是七天再死一次 再死一次 所以他这个怨上加怨 就变成怨恨之鬼 所以是这些在人间他就作祟 这个前两天我接到吉隆坡的一个学生打来电话 打来电话 他之前家里有东西 我把它清宅镇宅了 这个最近又开始闹鬼了 为什么 这个空调刚才是他在按 对吧 才能打开 他家的空调不用人按 咚 自己就开了 你一关上他咚 又给你开了 这就是当场关上他咚 自己就开了 去找那个电工来 哪都没有问题 后来我就 我说不对 你这家我已经清了 不可能再有东西进得来 我说你最近跑哪里去了 我最近没去哪里啊 我最近就去了一个地方去学习了 那个是个中医师 然后这个只是教我们治病啊什么 我说怎么治病 他说不是道场 因为他知道我是告诉邪灵道场都不要去啊 他说不是道场 就是一个中医师 又是个大学教授 我说不对 你再说 他说他们搞家族排列的啊 然后你这个家族排列是物灵道主的一个东西 你们不要去乱搞 很多人喜欢去 很准啊 家族排列就是一会儿你当爸爸 那个当你母亲 那个当儿子 那个一家人在一块儿搞 那个调动前世的东西 那大部分是阴灵主场 很准 说你家里的事怎么样 弄得你哭闹的 这是阴灵主场 那么并且那个人还有点藏传 在西藏还学了点东西 又搞乡供 结果他就把那些东西弄到他家里去了 就搞阴供 我说你胆子大得很 我都不敢搞阴供 你还搞阴供 你阴供你如果不姐姐 你不那个 你这个那些动物灵 他很多是恶鬼 或者是人鬼 死了以后横死的众生 他是恶鬼 所以你请他来 好心请他来 他赖着在你家不走 你会怎么样 对不对 你是好心请他来受点香 他赖着不走 今天来一个不走 明天来一个不走 那特别那些刚刚横死的众生 他被撤撞死 他带着魄来的 他不单他的那个地魄 神石 还带着自己的气魄 因为气魄要四十九天才散 这个他就遥控着动你家里所有的电器 弄得你的东西嘎嘎响响 因为他这个不舒服 他就弄得你 这种我调过好几滴 所以大家要知道 要知道 那么这些是真的 横死众生他很辛苦 他求高人帮他 我们这个所谓的超度度什么 主要是度这个度这个道的众生 怎么去度他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增阳 送往生 一种是卸阳 消阳 送阴府 就是去送到地当店 送到这个阳光店去审判 按照下一世的生命轨迹去完成 如果没有人帮他们 他们什么时间才可以投胎呢 要把阳气消干了 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有的是几百年 有的是要几千年都难以消 古代的厉鬼 我们也处理过 那都有上千年的 所以不是说多长时间他就 因为他有口怨气 越来越怨恨 越来越怨恨 这口气不消 他永远不能接受超度 所以是增阳送入法 这个家人给他做功德 然后可以送他去转世 增阳直接去到三山岛 或者到这个净土世界 他过去有求净土的愿 要他有这个愿 就可以送入 那这个家人要给他做功德 另外的超度是超度 我们的亲人都三个道 刚才说死后 这个如果活着 你不认可有三世 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 你活着你不相信因果 活着你不知道有六道众生生 这个死了以后 你就没有一个强烈的愿望 去人天转世 这是指的人天正佛教 你没有这个 就好像你从我的教室出去 你回家还是去商场 还是去哪 你漫无目的 你东一头西一头 那你就很容易根据 过去世的这个叫艺术因果 大部分人恶业先成熟 就去三个道了 所以要欠家人 有这个认知 三世的认知 有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是 有六道 你死了 未必是人 所以是 那么 有因果 所以我们要成熟 人的这个因果 下一世做人 下一世做天 想天人福报 那么我们必须什么 做实善业道 不杀盗银网酒 不坑蒙拐片头 这是基本你生 这个实善业道 你生天 生人的一个基本的做法 那这个就是 活着的时候 一个兴趣 兴趣就是去做人 兴趣就是做天 是不是 你做天人 做人 有这个兴趣 你才会去 不是吗 你有这个兴趣 听老师的课 不猜来了吗 那些没有兴趣的人 他不会听我的课 所以你只是有这个兴趣 所以他叫 人天善去 去就是去向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什么时间 开始帮家人 家人都还活着的时候 要开始帮他们了 经常给他 方方老师讲的 这个 这些道理 经常熏染他们 让他慢慢慢慢 他就信了 信了他就是走在 人间正道上面 释迦牟尼说 八正道 是人间正道的基础 如果你连三世因果不信 连六道轮回不信 你这个不是人间正道 你不要以为 你是在人间走正道 那个叫人间邪道 盲无目的 将来死后 基本上是去散河道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